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不能替他睡觉 最最重要的 绝对不能代替他去业劣 代替魏无羡去业劣 这是蓝旺基最想做的事情 不过自从长留村事件之后 蓝旺基暂时没有带魏无羡外出业劣的计划 因为在没有解决魏无羡在业劣中擅自做主 无事安排 不听规劝这个大问题之前 他伪时不敢再带他参加任何行事的业劣 在这几日中 尽管蓝旺基不时地引导魏无羡 总结长留村业劣中的得于诗 还让他成功地找出了他这一次生病的最根本的原因 但是蓝旺基明白 魏无羡也就是嘴上说说 并没有真正接受教训 下一回业劣该是怎么样 他还是会怎么样 因此 蓝旺基决定暂缓外出业劣 一切都等魏无羡长大一些再说 只不过暂缓外出业劣并不是暂缓外出 偶尔下山游玩还是很有必要的 尤其是身体养好之后 魏无羡就更是闲不住 每日修炼结束 闲暇之余 他总会时不时地要求到云深不知处周边的乡镇走走 看看 而这个要求对于一个八九岁的孩子而言极为合理 蓝旺基也就基本有求必应 这一日下午的晚些时候 魏无羡又提出想下山玩玩 蓝旺基见他一日功课下来很是辛苦 便当即应允 带着他遇上碧尘 就出了云深不知处 两人往西遇见小半个时辰 便在一个山村外的乡野小道上落了下来 初春时节 万物复苏 小道旁垂落的柳枝上吐出了心绿 魏无羡看得满心欢喜 一路蹦蹦跳跳拍打着那些柳枝 实在是够不着就会让蓝旺基将它举起来 蓝旺基便会举着他在柳枝中急速穿行 逗得小家伙咯咯咯咯咯欢笑个不停 一大一小玩得不亦乐乎 不知不觉已是日暮西山 天色渐渐暗沉下来 蓝旺基便决定返回云深不知处 魏无羡却是意犹未尽 要求再晚一会 说话便在小道上风跑起来 边跑边嚷嚷着蓝湛 快来追魏英 蓝旺基却不着急 慢慢躲着方部 满目含笑的看着 前方欢快的小身影 就感觉岁月静好 红尘无忧 魏无羡跑得欢食 蓝旺基看得舒心 只是没想到好景不长 不过一盏茶的功夫 蓝旺基就看到 不远处有个乡民拖着一辆沉重的板车迎面而来 而魏无羡还是闷头往前跑 眼见着就要一头撞上去 惊得蓝旺基大汗 魏英 小心 随即就要腾越而起 将人抢下来 却见那乡民惊慌失措的 急忙拖着车往路边闪避 一个重心不稳就人仰车翻 而车上的两头几百斤重的大肥猪 也就从车中翻了出来 那两头体型硕大的肥猪 一个翻滚就爬来起来 茫然的嗷嗷了几声 发现居然脱离了樊龙 瞬间兴奋不已 甩开四条粗壮的猪蹄 像脱缰的野马一般 自由而豪放地奔逃而去 猪啊 我的猪 待乡民好不容易爬起来 那肥猪已在十数丈外 急得他大喊着追了上去 难忘记一个腾越就到了魏无羡身边 见人呆正不动 忙扶着他的双肩 问他有没有伤到 魏无羡这才醒过神来 立马回应说 魏英没事 但是大肥猪逃跑了 蓝战 我们把他们抓回来 蓝忘记又看了魏无羡一眼 确认小家伙确实安然无恙 便说道 嗯 我去抓 你留在此处 哪里也不要去 我稍后便回 说吧便要飞渗而起 却听到魏无羡说 蓝战抓一个 魏英抓一个 话音未弱就见着一个小身影一晃而过 眨眼间就飘到了几张开外 蓝忘记愣了愣 就要追上去 却见着魏无羡动作实在太快 不过两个呼吸就骑在了其中一头肥猪的背上 肥猪带着往前狂奔 接着就听到魏无羡啊啊的大叫声 魏无羡猪是追上了 但是他根本控制不住 不论他修为多高 他也毕竟不到九岁 三百斤的大肥猪于他而言 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庞然大物 他刚一起上猪背 就被颠得差一点掉下来 吓得他连忙揪住了猪耳朵 而后大喊 啊 蓝战救命啊 被揪住了耳朵的猪很不舒服 逃得就更加拼命 跑得也就更快 有力地证明了再肥也可以很灵活 于是魏无羡喊得更大声了 蓝战 救命啊 啊 蓝望鸡又呆了一瞬 忽然间不那么着急了 以魏无羡的修为 驾驭一头体重 使他数倍的肥猪确实有点费力 但是因为骑着猪跑而受伤的可能性 却是接近于五 所以蓝望鸡一点也不急了 而是眉头一抬 嘴角一瞧 随后原地一个飞身 虚鱼间飞到另一头 跑到望我的肥猪面前 对着猪头就是一拳 那肥猪哼都来不及 哼一声就翻倒在地 生生地被打晕了过去 解决了一头还有另外一头 蓝望鸡顿了顿 立刻追了上去 呼吸间就跑到了肥猪身后 但是他并没有马上救下猪背上 金黄大喊的魏无羡 而是饶有兴致地跟着后面 啊啊啊 蓝湛 救命啊 魏音要掉下来了 蓝湛 阿娃魏无羡拼命喊 两只手就要把猪耳的揪断 猪赤藤跑得也就更加疯狂 而后魏无羡就喊得更大声 两手也就更用力 猪也就跑得更快 如此这般恶性循环 魏无羡的惊恐达到了极致 喊得声音都有些变形 蓝望鸡这才觉得差不多了 七圣而上 将精疲力竭的小东西救了下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